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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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要分手的時候該說些什麼 不該提我介入了你的心窩 難道是簡單說一聲再見就分手 難道是心聲就不該對你說 當我們要分手的時候該說些什麼 不該提我介入了你的心窩 難道是簡單說一聲再見就分手 難道是心聲就不該對你說 千少的時候甜蜜的思維 你怎麼對我訴說 分手的時候將忘了心碎 當我心會留下 都知道是為了誰 你怎麼對的思維 你怎麼對你 你怎麼對你說 你怎麼對你 怎 arrival 你怎麼對你 我對你 希望你對你 尖 kam 李宗盛 你怎麼對你 我對你 你為什麼對我 你怎麼對你 你為什麼對你 你怎麼對你 該說些什麼 不該與我 介入了你的心窩 難道是簡單 說一聲再見就分手 難道是心聲 叫我不敢對你說 當我們要分手的時候 該說些什麼 不該的我 介入了你的心窩 難道是簡單 說一聲再見就分手 難道是心聲 叫不敢對你說 牽手的時候 甜蜜的滋味 你怎麼對我訴說 分手的時候 叫我心碎 當心會流下來 不知道是為了誰 剛剛聽完了這首分手 是不是讓你想到了在早期留著妹妹頭的一個芋女歌手江玲呢 這也是在七零年代 江玲第一次跟她弟弟蔣三醒所合作的作品 說到蔣三醒 其實從她開始寫歌到第一次製作的時候呢 我跟她的淵源非常的深刻 因為我也曾經是她的房客 那麼 蔣安醒在音樂上 非常有她自己獨特的韻味跟風格 其實除了早期江玲之外 還有到後期她也寫了很多好歌 製作了很多很好聽的專輯 不過江玲 她雖然是一位偶像歌手 在七零年代宏擊一時 但是也唱了很多一直流傳到現在 一人讓大家回味不已的好歌